大家好,我是新人雞蛋糕 这期继续解说切格瓦拉的传奇故事 我马上解说 前情提要 任牙克监狱的No.2碰面后 发现他居然能在监狱 无拘无处的自由活动 就在施放的时候 No.2居然用枪顶住了狱颈的额头 还把餐饮困在了枪口里面 然后一名相扑力士挑战No.2 被No.2用计谋玩弄后 踢爆了鸡蛋 No.2踢爆了肥仔的胆部后 肥仔就双手握着空空如也的下面 不断的吐喊得像杀猪一样 但是周围的人还是一脸冷淡 这种事情似乎都不值得多看一眼似的 而任牙说道 是全法吗 老伯伯说道 不是,No.2没有任何留派 肥仔吐出了隔夜的香扑口过后 用手称地 他一脸气愤 就这样没了吻死工具了 肥仔终于恢复过来 他仰似的说道 你,你个混蛋 用这种下三流的招式 你想怎么决斗 下三流 No.2一脸带自的自言自语 怎么了 嗯,决斗吗 嗯 那用香扑决斗咯 哇 No.2居然要个至高无上的香扑力士 来比是香扑啊 肥仔一听到就一脸不爽了 混蛋 你以为用香扑能赢得了我吗 我可是曾经接受过川建国颁奖的香扑力士 肥仔都生气地站了起来大喊 你可别把我看扁了 No.2说道 当然 刚刚的不算是香扑了 只是踢了一脚而已 不过 如果理想的话 用香扑来分胜负 也无所谓 肥仔看着No.2一脸毫不在乎的表情 更加露气冲惯了 No.2转过头来说道 警卫啊 我想和他来个饭后运动 把体育馆借我一下吧 No.2夸看说完 那几个预警无论年轻年迈的 都无一例外的邪式地点头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No.2说道 有正式许可了 走吧 他们俩就来到了体育馆 两个人站在了篮球场的中圈里面 就用这个圆圈来比试吧 No.2似乎想把中圈当做图表用啊 而那三个警卫随后也跟来了 No.2转过头来吐槽 真是帮小心眼的家伙 他们还分别站在了门口和门口的两侧 似乎在监视他们两人 而No.2说道 不用在意了 他们只是好奇的观众 压力散拉大相铺啊 比赛开始啦 No.2马上冲上去了 双手冲放出肥仔的腰部 但是两人的体格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No.2与同一个小丸头习松开大车一样 这十四毫没有认可威胁的突击啊 而肥仔面对No.2的推撞 没有移动过一步 他甚至有点尴尬起来 像夏苗说道 这算是已经开始了吗 我从没见过如此受弱的历史 No.2说道 对啊 这个算是相铺中的对峙了吧 肥仔的心态变了 就这 好吧 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三角相铺吧 哇 肥仔立刻以奇怪的速度 下方双手就抓住了No.2的裤头 都弹步被抓住 他要反击了 肥仔马上指出悬挂式起掉 要把No.2整个人提上来 他咬紧牙关 闭了嘴就使尽全力 预警看的都欧嘴了 咦 什么回事 No.2居然分毫没动 他双脚贴地 双手松开重抱 一脸舒服的沉沦在肥仔的踝中 肥仔巨大的体重优势 居然也拉不动一个正常身材的人 肥仔一脸吃尽了难以置信 提 提不上来 怎么会这样 No.2的手有准备动作了 他一脸陶醉地说道 只要你站在地面上 就肯定动不了我 突然 No.2打开手掌的用力甩动手臂 啪 他用掌心用力拍打肥仔左边的耳朵 那瞬间肥仔的脑袋似乎雷鸣刺耳 惊恐万分过后 迎来了一片树镜 啪 No.2尴尬的賴一拍 居然把肥仔耳朵的骨膜直接拍破了 在外耳 掌心 骨膜 精神暂时封闭的空间中 掌心高速推进就把高压侠的空气 一下子涌进了耳道 空气无处可逃 直接冲破了骨膜 这是利用空气的空道啊 肥仔破膜的瞬间感到一过心痛 瞳孔受说痛的阿妈都不认得 No.2马上收手了 他用手指列着自己几根头发 然后不断地用手流转法师 最后法师连成一体后再用力拔出 一发挺直硬棒的头发小棒 完成了 No.2马上把法棒向肥仔的方向捅过去 他究竟要干嘛 法棒居然捅进了肥仔的耳洞中 他穿过干坡的骨膜进入骨室后 No.2马上反方向流转法棒 前端的法师立刻被解开放上 他以更快速度边捅就边转 法师居然缠出了泪耳的耳窝和神经了 No.2再次用转枪一样的速度 旋动法棒的同时用力抽出 哇 整块泪耳神经结构 都被干尸般的头发切割成四分五裂 肯定很痛啊 而上面全部防碎的动作 都在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就完成了 肥仔在一瞬间 就受到了骨膜破裂 泪耳切裂的双重打击 他本来直视的景象 突然就倾斜了 脑泪天旋地转了 本来水平平淡的地板 突然就上台了起来 他的身体重心已经向前扑了 这一刻的两人 由于天平上处于一面倒的状态 庞大的体重 也无法让实力的天平 为他而倾倒哪怕一刻的重量 肥仔头晕眼眶的心想 我正在清血 我马上就要倒下 我一定要再站起来 肥仔并尽全力的塌地 试图找回重心再保持站立 可惜身体好像中了鞋一样 完全不受他控制就倒地了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那么突看着触地的肥仔说道 身负已分 然后就扔掉了手中的法办了 肥仔贪失在地 一阵不起了 他心想 这是什么回事 他用的招式 是相扑的脏手 居然从侧面攻击我的脸颊 就让我倒地了 肥仔开始抬头了 但是破魔的耳朵不断的流着血 有什么跑进我耳朵里面了 他手掌用力撑地 使劲用力踏步想起过身来 以相扑的决斗 我 我居然会输在相扑上吗 难道人与人的体质 真的不能一概而论的吗 我不相信 我是不会承认的 肥仔并命地保持身体的平衡 但是他的脚完全不踢死 再次向前垮倒了 颈向再次天赋了过来 他的脸马上要紧稳地板了 他头部再次垂地 擺出局门朝天的姿态 就像在位面前的No.2球摇扣头一样 他开始夸疑人生了 他极度惊悚了四季 流了很多口水 肥仔这明显就是 内耳眩阴失调症的症状 耳窝前庭一旦受伤 就会影响平衡中枢和身体协调 会出眩运动错觉性眩晕 呕吐 肤色 而肥仔耳窝被切割成这样 估计真的一辈子 都无法做四股体操了 他的相铺力士生涯 正式凋零 No.2和尤仔玩完后 转身离开了 来到了一名狱警的面前 吓到狱警黑钢 No.2伸出手来 去摸狱警胸部的地方 狱警脸都红了 满头大汗的暗爽着 哦哦哦 原来No.2是拿烟啊 我还以为干什么呢 No.2拿了一根就放回去了 而狱警怂得全程动都不敢动一下 No.2又哉又哉的抽着烟就离开了 而肥仔的耳朵再次碰血 岩石的疼痛让他痛不欲生 而就在这时 一名狱警拿着手枪就来到他的身后 他一脸冷酷无情的说道 嘿 你一个人在这里 做什么啊 肥仔急了 从了不断的流汗 咦 我刚刚 你们不是都 狱警你都不理他 用手指指着某个地方说道 你应该看得见吧 拉边拉个告示牌 肥仔转头一看 球场上方立着一个无需警告的告示牌 狱警一脸好心长的说道 本来可以无需警告就立刻开枪的 不过对你这个心来的 就特别优待吧 哎呀 狱警话都没说完就马上开枪了 弹壳飞出的瞬间 只让直接爆头了 穿过的耳朵就喷出了很多血 既有相不利是数量减益 黑色五角大楼 47071名犯人数量减益为整数 狱警打完炮就收枪的说道 让你死得明明白白吧 怪就怪你是个正三角 狱警为了维护下两个版本的平衡 真的用心良苦啊 谢谢你哦 池塘的人陆陆续续离开了 Lomber 2又无其事地回来 而燕牙突然出现在Lomber 2的面前 哦 Mr.燕牙 这里的饭很难吃吧 燕牙看着一脸笑容的Lomber 2 露出了不懈的眼神说道 我都听说了 我以为你的实力是Lomber 2 所以才被人称为Mr.2 想不到事实并不是这样 Lomber 2大着微笑 没错 Lomber 2 是指第二代 是指第二代关不住的男人 燕牙一脸不解地说道 第一代还在这啊 Lomber 2自信地说 Mr.奥利巴的时代已经双告结束了 大家都希望会这样 他那奢侈的生活方式 其实没有一个人会服气和认同 只是单靠武力不断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奥利巴和布什终究是美国人 燕牙挑次了反问 那你就不同了吗 Mr.2没有说下去了 看着燕牙 然后深层地说道 你夸太多了吧 突然有个预警好像接受到命令一样 马上提起警官就他补充一下燕牙 禁止思雨 警官大幅度下回准备要击中了 预警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大幅度就打爆了燕牙的头 还发出了清雀的声音 预警手中的棒棒居然不见了 预警官居然出现在燕牙的手上 他是空手接白棍的 在打中的瞬间就夺去了预警 而且头和身体完全没动 甚至喵都没喵一下预警 那么突行不自禁地黑了一声 燕牙用力地握着预警官的前段 燕牙对他脸无表情的 以经验的速度在下来回甩动手臂 甩了多少下根本看不起 他在干什么啊 很远嘛 哇 燕牙手中本来直棒棒的警棍 居然在一瞬间就扭曲弯曲 变形成几段 这是什么情况啊 又不是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燕牙居然能把正常人砍汽车 连压的伸缩警棍 弄成这样子 这棍是空心的 还是纸糊做的呀 是用想象力让他变扭曲的 还是监狱的钱都给奥利巴买吃的了 经费紧张才用这种劣质警棍了 这个B实在是太夸张了 别动 哇 突然燕牙的身边瞬移了四个石箱警卫 围着燕牙枪口瞄着他 叫他不要动 这种站位实在是太优秀 我一个垮场 估计你们都要团灭了 燕牙刚刚是想多警线 是中罪啊 燕牙一脸不屑的看着预警背后的No.2 No.2虽然露出了十分满意得意的笑容 这明显是双标啊 他行我不行吗 燕牙乖乖的说了一声 是的 然后把劣质警棍扔在了地上 一上狼门被用力关上了 燕牙被囚禁在单人的肩肠里面 他双手在后 右手后弯 左手上抬手臂后翻 燕牙的两只大拇指 都被指靠锁住了 这种指靠体位可是相当痛苦的 手臂被长时间拉长 水液不能正常流动 肩膀会有着烧感 但当时被锁住 已经是种很残酷的刑罚了 燕牙看着马桶一脸不爽 Fuck 我很急啊 怎么上厕所啊 最后燕牙一直憋着 过了很长时间后 门被打开了 开饭啦 老伯伯做出了安静的手势 推着餐车进来了 燕牙出了很多汗 蓝灯骨咽了吃点面包 老伯伯很好人 帮燕牙方便玩 继续为燕牙吃东西了 燕牙又吃又磕的 似乎缓过来了 一脸轻松 老伯伯说道 饭餐就只有面包和一杯汤而已 你连刀叉都用不了 这种状态 连汤食也用不了了吧 吃个面包还用什么刀叉的 这是友军送过来的陶育工具吧 老爷爷继续说 进来第一天 就要吃这种苦头啊 燕牙说道 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人 老伯伯说道 Mr.2吗 他是总统啊 燕牙听到后 彻底愣住了牙口无声 老伯伯继续说 话谁如此 但其实是个谁都没听过的国家 而且那个地方 只是南美的一个里岛 人口连两万都没有 是个非常非常细小的国家 No.2的本名 叫做陈凯巴尔 21岁 拥有第三代日本血统的男人 汉字我不懂 记得是这样写的 是清纯的纯 英文叫做追凯巴尔 他本来盗窃勒索 偷电瓶车无所不作 是个无人敢惹的流氓 这种事很常见啊 这可不常见了 凯巴尔所做的快事 并不是在陆地上的 而是在海上 说白点就是海盗吧 啊海盗吗 他们的做法很简单 反爱游轮的寒路 让他停下来 然后再用绳索 一口气入侵 一口气镇压 抢夺贵重的物品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的话 凯巴尔只不过是 一般的不良少年而已 就在他17岁的时候 凯巴尔遇到了一个转机 他开始立即以岛国独立为目标 从小就接受主妇精英武术训练的凯巴尔 开始把武术传授给他的手下 而且借此击溃 禁止他们再使用武器 那并不是为了表达那种肉质的正义感 而是为了完成凯巴尔的计划 他要灌输必胜的训练给每一个人 凯巴尔的训练非常的严苛刺裂 他甚至要求他们用两根手指做一整天的倒立训练 让他们两个人为一主的 进行徒手的对战 武器的对战 枪械的对战 甚至炸药的对战 就算是陆续出现了很多的牺牲者 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退出这种训练 那是因为他们都冷却确实实感受到 凯巴尔的战斗方式是必胜的 他让每个人都感到了必胜的成就感 但每个成员的身体上 不再增加新的伤痕的时候 是手空全部需要武器的凯巴尔军团 就此完成了 然后凯巴尔开始煽动国家独立 但是民众对联系的凯巴尔 所说的话都半信半疑 但是比任何人更加讨厌这项行动的人 有所行动了 他当然就是那个GG布什 召开紧急窥忆的布什 一手拖着下巴 一手用指头敲打桌面 一脸不耐烦的叹气说道 能不能想想办法解决那个小岛啊 听说想独立的声音很高涨吧 而今天动地的事件 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究竟会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呢 一个小岛怎么挑战美丽间的强权公式呢 我们下期再说 半圆的问题回顾 你有没有想过不想当漫画家了 只有一瞬间的话是有过的 会说出这种话来 都是被工作逼紧的时候 心里会想 漫画真讨厌之类的 虽然会这样抱怨 但不是发自内心的 相信我 我姑且相信你吧 如果半圆真的讨厌漫画 也无愧连在那么多连 不是爱 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啦 但是发马任牙结束的时候 半圆好像有完全任牙的想法 但是并没有不继续跨漫画的想法啊 毕竟半圆还有谢兰和二兰道和以化 但是最后在编辑部的威逼下 半圆只能继续把任牙画下去了 毕竟原老级漫画家画漫画 还要顾及很多东西 底下可能还有助手和编辑部耀养 老IP的粉丝肯定喜欢就做生过开生坑的 还好半圆有继续把任牙画下去 不然不会有那么多好玩生草的根 和那么搞笑的漫画了 这集居然死人了 不知道肥仔有没有真的刮掉 死人很久没在任牙出现了 实在久违 肥仔的对待 可以称托出凯巴尔在监狱中的地位 他在监狱中获得自由的方法 其实和奥利班没有什么差异 都是由于他们有强大的武力 没有人能伤到他分毫 当然后面还有其他原因 之后会慢慢讲解 他们都无私的监狱的纪律 但是凯巴尔虽然有很强大的力量 却仍然和其他弱小的人相处一时 而且还很在顾其他囚犯的感受 虽然违反纪律 但是他所做的事 都是有事先征求过预警的意见 这个奥利班的强权独裁有很大的区别 反正目前讲到的篇章里面 看起来是这样 后面会有更多的细节会宽大两个人的差异 凯巴尔还有日系的血统 这就涉及更多班员的政治观点了 因为故事还没讲完 不好延伸 这里还想说一下班员真的很擅长 用日常的小东西来表现人物力量 撕开扑克扫子 眼镜插进水梨墙壁 还有这级的井棍 让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东西 让读者更有待遇感去感受人物力量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这些本来就很不科学 超级夸张不现实的 想不到后面居然还会握出钻石出来的 真的太玄奸了 唉其实算好的了 毕竟其他漫画 连载几年就开始实力膨胀的不可收拾 半元连载30年才膨胀 已经很屌的了 好了不说太多 我们下期再说 好 好